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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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儀 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佩儀 到底有沒有問題啊 好的 我們挖到了 地圖 留到一張地圖 感覺更餓了 沒關係 我們得到地圖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需一張地圖 這是哪裡啊 沒有標明保障位置 原來 這樣 這個東西真的很好用 好 也還是圓形啊 好的 那這張地圖 這是哪兒啊 看一下好像是一個五邊形 中間有一根東西 那就是那個旁邊 就邊吧 然後應該就這裡吧 可是那橫桿是什麼東西啊 他們以為是這裡 可是好像不像 安安 你好 優菜安安喔 好像是這喔 中央 真的假的 正中央 不行欸 我想一下怎麼照正中央 這一下是一定會推的 然後 這樣 就可以到正中央了 好 調查 這遊戲很久了 應該很多人都玩過 有個暗門 他說有個暗門 然後呢 從這邊下 快 快 先存檔好了 我怕我會死掉 14就是還沒有回答他抱怨的地方 所以我們之後如果要 嗯?好感度也沒有提升 我剛剛有沒有到聊天室說他在打掃而已 蛤 我被吊死在那邊了 可可可可可可惡 剛剛是誰騙我 可可惡 剛一瞬間瞄到聊天室說他只在打掃而已 可可惡 還是他會走到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好吧,真的只能去問那個了 色絲 好,感到飢餓 就有點潮濕 倒不能用了 怎麼?佩依你餓了嗎? 呃...不,那個... 有點餓 早說嘛 畢竟到吃晚飯的時間了 雖然做飯很麻煩 但是佩依需要的話 我可以做給你吃 怎麼辦怎麼辦 拜託 你了 交給我吧 看來未來是個畢業樓的節奏啊 怎麼辦啊 吃畢業樓遊戲嗎 做飯給他 給我吃 烤感度 而且那個烤感度是愛心喔 現在發現 完了完了 我不要做魔女的仆人 我要做你的仆人 啊 不對啊,等一下 我還沒有問到那個 完了 你要不要先去洗個澡呢 不對啊,我要問他怪物的事情 我要問怪物的事情 欸 欸 我沒有問到怪物的事情欸 看到怪物在不在 看到怪物走了沒有 還在 還在 不對啊 欸 可以調查 世界地圖 西南方 果然看不到村子 畢竟太小了 魔女的傳說 記得我們這個世界 有四個很厲害的魔女 分別居住在四個大陸上 東櫻的雪之魔女 霧眠的秋之魔女 天竹的鬼之魔女 中爺的雪之魔女 可惡 可惡又輸了 今天運氣實在太差了 再輸一把的話 又被穿上可恥的衣服了 嗯? 這些三個都沒有什麼 黏 東櫻 好 欸 查完這個他應該會當我去吃了吧 那麼遠我好想過去 默契安安喔 好好 現在可以吃 我好想吃宵夜 煮好了沒有啊 我可以問啦 我好像又發現一個新的仆人了 在那個地下 總之有個身上長很多熟的傢伙 好像還拿著清掃用具 那孩子 他不喜歡打掃的時候被人打擾 尤其是踩到他剛好清掃乾淨的地方 還好沒有靠近 沒有沒有 其實你的嫌疑失誤已經過去很多次了 那個 因為他要打掃多久呢 他有很多隻蛇吧 所以要打掃很久很久 欸 不是手很多的話很快就掃完了嗎 一隻手畫好一個圓 和一個方的速度比兩隻手 同時畫好一個圓和一個方的速度快吧 你的意思說 他很笨 這句話不要跟他講 那 有別的方法可以請他離開嗎 嗯 如果開飯的話 他就會暫停工作了 那我怎麼做 像這樣 他用湯勺擠打了掛在牆上的平底鍋 發出巨大的聲響 真的過來了 正好 飯也煮好了 來享用晚餐吧 喔 番茄湯 蔬菜沙拉 捲餅 甚至還有紅酒和乳酪 好 豐盛 到處豐盛 不過都是素食呢 以及 何種怪物一起共進晚餐 還是第一次呢 我究竟該害怕還是品嘗心呢 別發呆了 快吃吧 還是說 可以喜歡吃涼的飯菜呢 沒 我這就吃 味道如何呢 味道如何呢 呃 該怎麼說呢 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麻煩你了 不用客氣 吃飽了 感覺稍微有點精神了 好的 那我可以去地下室喔 地下室來找他東西 不過這張對圖好像已經看得差不多了耶 結尾了嗎 巨大的地球儀 摔開的 摔開的 嗯 筆紙 怎麼感覺下面那個也在晃 森林中的男人 欸 掉到最左邊我就不能動了 這裡可以推嗎 是不是 這裡的書籍感覺怪怪的 喔 這樣也不能推喔 好吧 再一次 深奧的書籍 小夫人 好 那我們這邊重點是拿這個羊皮質而已喔 光線充足的地方識別 好的 想看我做死的 可是我沒有 我現在沒有要做死啊 我現在也沒有做死的地方吧 喔 我知道要做死的地方是什麼了 去鬧它 總覺得靠太近會被怪物當成食物吃掉 沒事啊 我還以為會死掉呢 好 看一下羊皮質 這也是要用那個 這個卡片真的是萬用 好 看我 最後一個就是 是 了解 那是 好像是 有 那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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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圖 看一下字圖 向左三 上一 左七 下右 什麼雙一步啊 雙一步什麼意思 面向五 我是誰 翅膀震動的聲音 咬尿 有每隻隻鴿子嗎 純白的鴿子 用高傲的眼神 看向這邊 這鴿子看起來好討厭 這邊還沒有開過 面向我之地 面向我的地方 面向我之地 來 面向我之地 左三 左三 上一 左七 下 下雙 右一 沒關係就試試看吧 左三 上一 左七 左七 下 雙 右一 右一 好 喔 為什麼用雙 這張字可以打出來 嗯 腳不伸 你怎麼躲在那種地方呢 什麼啊 嚇我一跳 我有那麼嚇人嗎 不是 但是 話說 你好像都不奇怪我屬現在這裡 因為 這裡的路口是被隱藏起來的吧 隱藏 我並沒有可以隱藏什麼路口之類的 呃 被地毯蓋住很難被發現 那並不是我做的 應該是其他的 應該是其他的仆人 比起那個 來看看書吧 這裡有很多不錯的藏書 沒想到地下室有那麼大一個書房 因為書籍越來越多 上面放不下了 就只能向地下發展啊 也就是說 原本這裡是沒有書房的 最初還不知道書籍這麼有趣 那這些書籍也是透過魔法 信鳥 有寄過來的嗎 不 是從路過的商人換過來的 商人 商人 商人會經過這裡 以前會路過 這次還真是喜歡讀書呢 沒錯 按到 算了 先存檔 剛以為會有什麼怪物出來 竟然沒有 哇 存完了耶 我竟然存完了 好感度怎麼樣啊 突然講到好感度 喔 我的好感度已經到第一格了 少年與瓶中營火 像往常那樣 少年在夜晚的森林裡漫步 手裡捧著發光的瓶子 這是一個神奇的瓶子 裡面裝滿了蟲 發光的蟲 它是少年的燈 少年的眼 它為少年指明方向 照亮黑暗 少年喜歡夜晚的森林 寧靜 安逸 小小的營火陪伴他的身邊 讓他忘却白天的煩惱跟苦悶 從而在瓶中 少年看著霧神 沒有注意到地面裸露的樹根 少年被絆倒了 瓶子補弱弱的滾到少年面前 一個個小小的營火從瓶中溢出 瞬間 少年的眼中滿是營火 他感受著這些光輝 感覺內心都被光芒籠罩 直到光芒被黑暗覆蓋 少年的內心仍充滿了光輝 這真的是一個不錯的夜晚 少年最後是這麼想著 清晨 少年從昏迷中甦醒 亮亮嗆嗆地回到村子 村裡的人們非常驚訝 曾經懦懦哭闭的少年 居然變得積極開朗起來 主動幫忙幹活 和村人一起狩獵 這些都是不曾發生過的 他就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大家都說少年長大了 已經變成了可靠的大人 少年仰起頭 看著天空中淡淡飛舞的營火 露出了笑容 這個笑容真的蠻恐怖的 搭配這個恐怖的音樂 也不是恐怖的音樂 是覺得不太舒服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的12點了 我想後面應該還蠻多的 因為我們剛剛積極的 我其實也沒有特別回應說會降低好感度的 如果還那麼低的話 應該八成後面還有一半吧 好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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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動的